什么时候在做眼袋的时候 还要顺便做中脸拉提呢 眼袋跟我们中脸部比较松垮 甚至法令纹慢慢也变得明显 做完中脸拉提之后 我们这个红果期 还有中脸部这种紧细的效果 至少都可以维持十年 如果说它保养得一 还可以维持到十五年 甚至二十年以上 新的开始来自于圣首的雕琢 大家好 我是新圣整形外科诊所的院长 杨国辉医师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眼袋脂肪移位合并中脸拉提的手术 大家可能看这个名字 会以为说这是两种手术 其实眼袋脂肪移位 还有中脸拉提 是可以一起做的 在一次手术当中就可以完成 在讲手术之前 我想我们还是要先来复习一下 为什么会有眼袋 为什么会有泪沟 我们首先要知道 眼袋到底是什么东西 简单来说 我们的眼眶里面除了眼球之外 还有很多脂肪的组织 这些脂肪组织 等于是我们天生的一个保护垫 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球 让它免于因为碰撞 或者其他的动作 让眼球直接撞到我们的眼眶骨 造成伤害 所以我们天生就有一层脂肪构造 在眼球的周围来保护 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们下颖皮的构造 筋膜层 肌肉层 甚至皮肤都是非常紧实的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有一个 很平整的一个表面 但是随着岁月的痕迹 然后我们的组织慢慢地老化 我们的这些筋膜层 肌肉层 甚至皮肤 都会开始慢慢有一些松弛的状况 那因为眼球本身有一个重量 它这个重量压在这个脂肪垫上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个 慢慢膨出来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这个外部的这些构造变松了以后 眼带就会慢慢慢慢跑出来 所以很多人以为说 眼带是因为脂肪变多 其实不是 脂肪并没有变多 它还是原来的脂肪 可是因为重力的关系 加上它的支撑构造不足 所以就慢慢跑出来了 那相对的我们的眼球也会因为这样 就会慢慢往下降 往后退 所以年纪大了以后 也会合并眼窝凹陷的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造成的 那至于什么是肋钩呢 肋钩就是在眼带的下方 一个凹陷的构造 它可能轻微也可能慢慢变严重 甚至变成整个半圈都是 那这个肋钩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眼轮扎机 跟我们的下眼框的骨末中间 有一层黏着很紧的构造 我们叫它做肋钩的韧带 那这个韧带因为粘得很紧 所以当我们的年龄老化 我们的皮下脂肪流失 甚至慢慢往下移位的时候 它就自然会形成一个断层 这个就是肋钩 最早期眼带手术 当然很简单 就是把我们 膨出来的脂肪拿掉 这样做当然在手术上 是很简单 而且时间也比较快 可是它并没有解决我们肋钩的问题 甚至如果说它肋钩很明显 那我们只是把脂肪拿掉 没有去补这个肋钩 然后会让肋钩更为明显 所以有的医师会 在脂肪拿掉的同时 那顺便从其他地方 抽一些脂肪 过来补肋钩 可是就像刚刚说的 因为肋钩它其实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 黏着很紧的韧带所造成 所以如果说你这一层韧带 你没有把它打开 单纯补脂肪的话 其实对肋钩的改善 会比较有限 所以通常我们在手术的时候 最好顺便也把这个肋钩放松 放松之后 再把脂肪填补进去 这样效果会比较好 慢慢的我们眼带的处理方式 就从只是单纯把脂肪拿掉 眼镜到我们要把肋钩放松 然后把脂肪填补下来 那我们通常做的方式 是用脂肪移位 所谓的移位顾名思义 就是把眼带的脂肪 从原本比较高的位置 往下铺平 然后固定 那在固定的时候 只要固定了平整 我们的肋钩 就会有比较大的改善 又不需要从其他地方 再抽食来补 所以如果患者的年龄 比较年轻 通常在30岁以内 皮肤没有松弛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结膜内开 把肋钩放松 脂肪移位填补 这样就可以有很好的效果 可是如果说 它有合并皮肤松弛的问题 甚至是有一点黑眼圈的话 那这样做 可能它皮肤松弛 不但没有改善 反而因为我们的眼带 它变平了 所以皮肤好像会显得更为松弛 会反而跑出一些细纹 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说 是不是也要把皮肤切除一些 把皮肤拉紧 这样才能够有更好的效果 所以如果说它的年纪 大概在30到40岁当中 它有眼带 有肋钩 也有一点皮肤松弛的问题 甚至有黑眼圈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外开眼带 它的切口是在睫毛的边缘 我们通常会从睫毛下方 大概1到2mm的位置 沿着下眼瞼 做一个皮肤的切开 把我们的组织玻璃之后 肋钩放松 然后脂肪移位填补之后 再把多余的皮肤跟肌肉切除缝合 这样就可以不但解决眼带跟内垢的问题 还可以让皮肤紧实 黑眼圈的状况获得改善 那我们什么时候 在做眼带的时候 还要顺便做中脸拉提呢 在做中脸拉提的前提 就是它的眼部的皮肤 已经松弛到一个程度 我们在脸部 眼带附近的脂肪构造 我们可以分好几层 最深层的就是我们的眼带脂肪 就是之前讲到 我们要做移位跟铺平的部分 然后第二层就是我们的 眼轮扎机后面的脂肪 眼轮扎机后脂肪的下方 就是我们脸颊的脂肪 当我们老化到一个程度 我们眼轮扎机后脂肪 还有脸部的脂肪 都会因为重力 还有组织的松弛 慢慢往下掉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显然说 眼带跟我们中脸部比较松垮 那甚至法令纹慢慢也会变得明显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 是不是要在同时 做一个中脸拉提的手术 中脸拉提的手术要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在先前做放松肋勾 还有眼带脂肪移位的时候 我们组织已经玻璃到一个程度 那如果要合并做中脸拉提 我们可能就是把玻璃的范围再放大 包含脸颊的脂肪 也要做一个适度的玻璃 然后我们要找到 眼轮扎机后脂肪一层 非常紧实的一个构造 然后把这个眼轮扎机后脂肪 往脸部的外上方做一个悬掉 悬掉之后 因为它跟脸颊的脂肪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包含我们中脸部的脸颊 也会一并的被往上提 那束后就会造成一个好像苹果肌 变得比较饱满的外观 至于固定的方式 我们是用一种特殊的缝线 传统的缝线 因为它是比较细 而且跟我们的组织 它是不会沾黏的 所以我们如果用一般的缝线去缝的话 时间久了以后 就会造成我们的组织跟缝线 会慢慢脱离 那这样我们拉体的效果 就会随着指尖慢慢变得不好 所以我个人就想到一种特殊的材料 GOTEX GOTEX在显微构造上 有很多很多的孔洞 植入人体以后 我们的组织就会长入 这个显微的孔洞里面 长进去以后 它就可以把这个GOTEX的材质 跟我们的组织紧密的连结在一起 所以我就是使用这种特殊的 以GOTEX为材料的缝线 来做一个拉体 那这样中脸拉体的效果 就可以维持得非常的久 根据我的经验 做完中脸拉体之后 我们这个苹果肌 还有中脸部 这种紧实的效果 至少都可以维持十年 甚至如果说它保养合一 还可以维持到15年 甚至20年以上 其实中脸拉体的手术 在很多文献都有报告过 可是我个人在尝试之后 发现说就是 它的效果有时候不是那么持久 所以我就想 应该是缝线的问题 所以大概在20年前 我开始使用GOTEX缝线 作为我们拉体的材质 就发现说 它的持久度大大的提高 所以过去几年 我也开始在我们 整形外科 美容外科的医学会 发表这个做法 现在也开始有很多医师 采用这个做法 在临床上 很多患者就会询问说 这种手术可不可以做 舒眠麻醉 这个就问到重点了 因为我们在做一个 中脸拉体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决定要拉多近 因为拉得不够 效果不好 拉太紧 眼睛又会造成变形 所以我们要决定 拉多紧的时候 我必须要在手术当中 请患者把眼睛张开 往上看 这样才能够准确地评估 我们要拉体的方向 还有它的紧度 如果是舒眠麻醉 睡着的情况下 我就没有办法去做判断 这样就很容易有失误 可能效果不好 甚至如果说 因为紧度不足 时间久了 慢慢有点松垮的话 还有可能会造成 人检外翻的问题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这种手术 我建议最好还是 在举部麻醉下来做 患者是清醒的 可是你也不用担心 手术的时候 你大部分时间 眼睛都是闭着 我们都会打举部麻醉药 其实过程 你也不会感到痛苦 那只有说 在需要的时候 大概有两个时候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做 终点拉体的时候 需要请你把眼睛睁开 第二个就是我们最后 再决定要切多少皮肤 那这时候 请你把眼睛张开 我们再做一个判断 比较不会造成说 皮肤切除过多 造成眼检外翻 这个严重的后遗症 这个手术因为比较复杂 所以时间会比较长 最快大概也需要两个钟头 那如果说 一些比较困难的客人 甚至需要两个半小时 甚至三个小时都有可能 那有人担心说 我们如果说用眼袋外开 会不会造成伤口很明显的状况呢 那根据我的经验 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九的客人 只要伤口有好好的护理 几乎都不太会有问题 可是说实话 只要我们的皮肤有切口 在愈合的过程 就算很顺利 你也不可能做到完全无疤 所以它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痕迹 可是因为我们的切口 是贴着睫毛 它只有在睫毛下方 一到两个Mm 那在这个位置 其实是可以隐藏的很好 手术后的初期也许 伤口颜色比较深 会有点看到 我们只要上一点妆 盖一点粉 通常就可以把它遮掩住 那时间久了 可能半年到一年后 伤口慢慢会淡化 变成白色 那这时候就不会太明显了 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 时间越久 它伤口越看不到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眼袋脂肪一味合并 中脸拉体的手术效果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的好 可是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复原期比较长 而且在刚手术完 因为我们有做拉提 加上肿胀的作用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眼睛会有一点变形 会有一点眼尾往上 看起来像凤眼的这样的状况 可是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问题 差不多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就会有所改善 到一个月的时候眼型 大概就可以恢复你原来的样子 那它的肿胀跟瘀青呢 通常大概两周内会消得差不多 然后到完全自然 大概需要二到三个月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几个照片 这个大概都是在手术后大约三个月拍的 其实它的发痕已经不太明显 而且它的效果是非常的自然 希望今天的说明 能够让大家对眼袋手术有更深入的了解 大家是不是觉得中脸拉体非常神奇呢 如果你觉得很神奇 欢迎在留言处打一让我知道 针对这项手术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同整之后 可以在之后再拍另外一支影片 来回答大家的疑问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欢迎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